电火烤肉与木炭烤肉双溅何必 看新机器如何大显神通 烤好的食物真的能有这么鲜美多汁吗 烤肉最早言于北方有木民族 冬季严寒食物短缺不易携带 烤肉不仅为木民填饱肚子 还能提高更高的热量以抵挡冬日的寒风 在日常生活中 烤肉逐渐成为了好友聚会的必选食物之一 但是玉米烤肉你有见过吗 湖北隋州的姚大哥一直经营着一家烤肉店 为了能招揽到更多的顾客 他发明了一台新型玉米烤肉机 玉米烤肉机利用微电脑控制电子打火 避免第一代使用固体酒精点火 可能造成火灾等问题 为了解决传统木炭烤肉天柴麻烦的问题 增加了导料口 导料口不仅能前后调节 方便燃料进入燃烧炉 又能起到隔热的作用 增加了机器的安全性 内部燃烧炉增加了很多小孔 氧气更容易进入 双重供养系统的改进 也能促进燃料的充分燃烧 防止产生浓烟 烤盘增加导油槽 既增加了机器的功能性 又可以防止油的流失 烤出来的肉更加的鲜嫩多汁 受到食客们的喜欢 利用玉米这类的环保材料 不仅保护环境节约能源 烤肉的浓郁外加玉米的清香 让食物别具一番风味 为它的发明致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